喜欢自己是建立健康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一环 而喜欢自己的名字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以下是对喜欢自己和喜欢自己的名字的解释 自尊心和自信心 喜欢自己意味着接受和爱自己 包括自己的外貌 个性 才能和身份 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正面价值评价和尊重的基础上 喜欢自己有助于提高自尊心和自信心 并培养积极的自我形象 名字的重要性 名字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它是我们在社会上被称呼和辨识的方式之一 喜欢自己的名字意味着对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感到自豪和喜爱 每个人的名字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和故事 喜欢自己的名字可以增强对自己的归属感和自信心 自我接纳和个人表达 喜欢自己的名字也涉及到自我接纳和个人表达的过程 当我们喜欢自己的名字时 我们更能够真实地展现自己 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身份的象征和表达 这有助于我们建立真实和自信的形象 并在人际关系中更好地表达自己 独特性和身份认同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与我们的身份和家庭背景紧密相关 喜欢自己的名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同和接纳自己的独特性 并与自己的身份产生连结 喜欢自己和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建立健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元素 这种自爱和接受是促进个人成长 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基础 不仅仅喜欢自己 也要珍惜和拥抱自己的独特性和身份 并以此来展现最真实的自我 满意自己是一种正向的自我价值评价 即使我们明确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 自我接纳和宽容 满意自己意味着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全貌 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这种自我接纳和宽容的态度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并从内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焦点放在成长和进步 满意自己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 而是将焦点放在成长和进步上 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努力改善或发展这些方面 以实现个人成长和进步 善待自己的心态 满意自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善待自己的心态 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过度苛责自己 也不会对自己过度苛求 我们能够以宽容 慈悲和爱的态度对待自己 同时将精力投入到积极的成长和改善方面 全面的自我价值 满意自己是一种全面的自我价值评价 它不仅仅基于个人的缺点 也包括个人的优点和成就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潜力 并意识到我们是一个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人 满意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追求进步或改变 相反 它是基于真实的自我认知 并在尊重自己的同时 持续成长和努力 满意自己是建立积极自尊心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环 让我们以更宽容和自爱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一切 相信自己是一种强大而积极的信念 它意味着我们相信自己具备克服困境和面对挑战的能力 自我信心 相信自己是建立自我信心的基石 这种信心让我们相信自己具备解决问题和克服困境的能力 它是培养坚强意志力和积极心态的关键 创造力和灵活性 相信自己使我们保持开放和灵活的心态 相信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法 这种信念激发我们寻找不同的角度和新的解决方案 克服困境并找到突破难关的方法 学习和成长的态度 相信自己鼓励我们将困境视为成长的机会 相信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有信心 并愿意学习和发展新的技能来面对困难 接受挑战 相信自己意味着我们能够积极地迎接挑战 而不是被困境所击败 这种信念使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困难 并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困境的方法 坚持和毅力 相信自己让我们能够坚持努力 不轻易放弃 即使在面对艰难时 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来克服困难 透过相信自己 我们能够发挥内在的力量和潜能 寻找突破困境的方法并克服挑战 这种信念驱使我们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 并相信自己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 它是培养坚强心智和克服困境的重要心态 祝福自己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和行为 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正面的心态 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正面的事物 正念和善念 祝福自己意味着我们以正面的心态和善良的愿望对待自己 这包括对自己表达祝福 爱和支持 并以正念和善念培养内在的平和和喜悦 引发积极的能量 祝福自己产生积极的能量场 这种能量场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正面的事物 我们的思维和情感具有能量 当我们以祝福的心态对待自己时 我们向宇宙发出积极的讯息 进而引发积极的回应 提升自信和心理状态 祝福自己可以提升自信心和心理状态 当我们以祝福的方式对待自己时 我们表达对自己的肯定和支持 这有助于建立更强大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而吸引更多的好运和积极的机会 调整心态和吸引力 祝福自己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让我们更关注正面和幸福的事物 这种心态的转变可以调整我们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正面和幸福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 重要的是要以真诚和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祝福 这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法术 而是一种肯定和爱的表达 将我们的心态和能量引导向正向的方向 透过祝福自己 我们能够创造一个积极 幸福和丰盛的生活环境 并开启更多的好运和机会 放下对现实的否定 质疑 抵抗 挣扎和议论 并接受事情的现状 接受与放下 不否认 不质疑 不抵抗 不挣扎 不议论 代表我们以接受和放下的态度来面对事情 这意味着我们停止与现实的抗争 而是接受事情的现状并放下对结果的执着 善用能量 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精力和情绪 避免浪费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 相反 我们可以将这些能量集中在我们能够掌握和改变的事情上 以实现更积极的结果 心灵的平和 放下对事情的否定 质疑 抵抗 挣扎和议论 可以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平和 这种平和使我们能够更冷静地观察和应对事情 减少情绪上的波动和压力 探索内在的智慧 放下对现实的抵抗和挣扎 我们更能够开启内在的智慧和直觉 这让我们更能够以更宽广和全面的视角看待事情 从而找到更有效和积极的解决方案 尽管这种心态可以带来平静和智慧 但也需要保持开放和灵活 有时候 对事情的质疑和议论可能是必要的 以确保公正和进步 这种心态并不是避免面对困难或放弃努力的理由 而是在面对不可改变的事情时 以一种平和 接受和智慧的态度面对 割舍对所有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论断 意味住放下对事物的黑白 对错 好坏等二元分类的执着和批判 开放心态 割舍对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论断 表示我们拥抱开放的心态 我们不再将世界和事物仅限于对立的标签 而是更愿意探索和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接纳多元 这种态度鼓励我们接纳多元的观点和存在 我们意识到世界并非仅有黑白之分 而是包含无数的色彩和可能性 这使我们更能够包容和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和经验 平衡思考 割舍对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论断 鼓励我们避免极端和偏颇的思考方式 我们更愿意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评估事情 并寻求平衡和全面的理解 尊重多元价值观 这种态度强调尊重和接纳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而不是评断和批评对方的立场 透过割舍对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论断 我们能够培养开放 宽容和和谐的心态 这种态度有助于建立更健康和建设性的人际关系 并促进彼此的理解和合作 同时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和理解事物的本质 并在个人成长和心灵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启迪